1993年9月3日 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古城桥梁厂一行试人 在神农架捕起与三只神秘的人行动物相遇 当天下午六时许 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古城桥梁厂司机黄仙亮 驾驶着一辆面包车 车上有十几位到神农架旅游的单位人员 当车驶过一个急转弯时 黄仙亮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三个人正低头迎面走来 有一个高隔 有两个来个 高隔会比较瘦一点 看面相来我就看着一颗瘦来 他的面相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看着比较清楚一点 人们纷纷跳下车来想看一看究竟 可是三个人形动物已经逃到了公路坡下三十米处的森林边缘 高级工程师 事发后是农家邻居党委宣传部专门派 殷本顺等人赴古城桥梁厂调查核实情况 座谈会后 殷本顺起草了一篇通讯 古城桥梁厂还在通讯稿上郑重签署情况属实 九三年九月八日字样 并架盖了党委宣传部公章 殷本顺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当年进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 为了进一步弄清真相 当时担任神农家邻居党委宣传部长的戴明 和几位记者一起来到了目击现场 按目击者提供的线索 在二零九国道一千五百四十八公里处向西两百米 果然找到了一块青石 上面遭有190字样的里长杯 这是一块标志二零九国道开通前等级公路的旧路杯 十几年后 参加调查的部分人员又一次来到这里 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是吧 连以前的这一千五百多了 你整个杯都硬宽啊 所以把这个点抵下来 让我们知道在哪块地方发现的 火焰人遭遇的死结 如果是没在这个杯 我们还没得一个非常遵求的一个 一个武器来说明这块地方 190里程碑的确定是调查人员大受服务 他们沿着似乎像是动物走过的痕迹 继续搜寻 发现有大量小树枝和藤蔓植物被折断 有的小树甚至有两公分之错 也被一折两断 而且查口还非常新鲜 十位目击者听到的噼噼啪啪的断裂声 可能就是折断小树的声音 更让调查人员惊喜的是 他们在折断的小树茶口周围 找到了两个清晰的大脚印 两个脚印呈左右脚形 间隔约50公分 前宽后窄 前掌宽约12公分 后跟约7公分 当时那个森林里面能见度特别特别差 为了把那个这个脚印拍得更加清晰 我没办法 然后就把当时我头上扎了一个那个丝带 就给解下来 解下来把那个脚印给比下来 大概估计有那么长一个 好大好大一个脚印 当时看到特别兴奋 两爪以后特别清晰 包括它的每一个脚趾 它的形状 后脚跟和那个前脚掌都有 都很明显 一波划过来的 一波趁着人走 调查人员连脚印的痕迹寻踪 又找到了很多深险不易的脚印 在这次现场调查中 人们发现了许多 与木齐车讲述相反合的情况 这使得很多人的观念 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让我很奇怪的 就是他们所说的东西 都我找到了证据 这我就不能不醒了 在世界范围内 近一百年的时间里 曾有数以万奇的人 目睹过一种 与人类相似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称野人 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尼泊尔 称野体 另外还有蒙古的阿尔玛斯 西伯利亚的修丘纳 非洲的齐摩斯特 日本的赫巴顾 澳洲的约维 还有美洲的沙斯夸支 也就是众说纷纭的大脚怪 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大陆 都曾经发现过野人的踪迹 也许真的像一些古人类学者们所说 野人的祖先 就是原始人类当中的某一只 在经历了数万年的仓荡演变之后 与人类共同生存繁衍到今天 这样说来 现代人的进化繁衍并不孤独 野人很可能就是人类最密集的近亲 他们似乎还在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共舞 在众说纷纭的野人现象中 最具争议和轰动效应的 是1967年美国人帕特森所拍摄的大脚怪影片 1967年10月20日下午 美国生物学家帕特森和吉诺里 骑马支撑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南湾山区 突然看到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幕 帕特森在跑动中开动了摄像机 这是世界上首次拍到的野人影片 历史17秒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上这珍贵的17秒钟 镜头里捕捉到的这个野人 无论是直立行走的姿态 还是身体上各个部分的比例 都与现代人极其相似 如果这个野人真的来自祖先原始人的一致 那么他应该已经进化的相当完善了 尽管镜头很摇晃 但看后还是使人感到他过于完美 在短短的17秒钟里 野人清楚的行走姿态 深度的回头一望 人们想要看到的画面几乎无一遗漏 这部短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然而大多数人对此抱有怀疑态度 难道所谓的大脚怪 只不过是人为的一场闹剧吗 公元2003年6月29日15时40分 在中国神龙驾发生了迄今为止最新的一次目击野人事件 自1977年中国首次组织野人考察以来 该地区已有300多人 60多次目击过这种四人非人 四圆非圆的奇异人形动物 629最新事件的发生 在科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神龙驾野人作为世界之谜 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与以往历次目击事件不同的是 这次的目击站中有一位14岁的中学生 他叫周江 所在学校是神龙驾一中 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一个灰白色的一个东西 被反正攻着的 就像一个老年人一样的 在路边走 我们这车一往前走了一点 我看见他快步的向路中央走去 就走到一会儿 站在那里 把头往后面一甩了过去 就直接往树下面的树林子里跑去 面对怪异的身影 车上的人几乎同时发出了惊叫 因为惯性 车向前冲出了二十多米后停了下来 但奇异动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29目击事件中 驾驶车辆的司机是刘杰 大概是什么形状 灰色的 就是有点像那个枯草啊 枯草的颜色 那个尾巴有多长啊 没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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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前肢有多长 前肢呢 它站着妥的 现在弓着身 从这个地方呢 从这个地方呢 大概就是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走这个地方以后 因为我车子在也跟它同向行驶上 它是跟你同向走 从这个方向 对对对 同向走 一眼过我们感觉就是好像是 就是大白天见鬼的那种感觉 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珍惜奇异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方成等人 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野人目击者之一 神农家党委宣传部的干部罗永斌 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形 走到东京就折回来 看到发展我们车子折回来 他就这个人从这儿走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他们听到车吧 哦 这样忘了一下 马上转成就 就在这儿下下 从海底 刚才在这个地方 在这儿下游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的时候 但是我们下车看的时候呢 那么就 很明显 找到找 发生一个这样的 就蹬开的 蹬开的 在这样一个 下面是湿啊 上面是干的湿啊 因为我们这下车 不可能到地上那儿蹭 听了情况介绍后 众人沿着野人跑去的方向 小心翼翼的下坡 希望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这个是这样的 他这个脚跟脚在这儿 这样才会来 这样 这样 是脚跟 它就这样 已经塌裂了 当时我就发现了 已经塌裂了 这脚很大 就是一二三十公分钟 嗯 这是塌裂的 真的 它原来是混到的 它是一个真气的 对 就是这样 很有用的 真气的 很有用的 这是塌的 对 而且塌的 塌得非常快 对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 这明显的牙痕 你看到没 这明显的牙痕 应该从这里 到这里 这是脚先的 完全 刘二面的 大概是三十五分 我估计是 这只有牙筋 可以跟进这儿 这可能 两一下 形态是别是带下来的 因为这只为这里面的形态 它肯定是从上的那个 哪个高度 带下来的形态 拦下来的 拦下来的形态 应该到这里 从这里 应该到这里 大概三十二公分钟 是吧 就这么快 就叫做 侯族帐 宽度是十 侯族帐的宽度 十公分 签面是十四公分 签族帐 长度是三十二 长度是三十二 它这是 它不要塌的 由于不允许几天的大雨 地表破坏严重 王方辰一行 一时没有找到明显标记 反忽途中 他们在野人逃跑的树上 发现一处明显的抓痕 应该这个树上什么是 它是 一要查到这个以后 下来就是这样一把 抓住 打木了 抓住 抓住 抓来一下 翻起来 翻掉了 当时你看到过这个痕迹 抓痕 这个当时是晕下来的 哦 近年 下面是树上来的 那天 哦 哎 而且当时 后面拿着一个 我没找到这个地方 找不到这个地方了 哎 这是谁下路现在 这是打木 打木是错 这样的痕迹 你看 这 这边理性的 这是肯定是 这一错 这是这样抓的 这是错的 是这样抓法 有瘦 经测量 抓痕离地 大约有1.68米 横宽 约0.1米 拇指抓握部位 宽0.026米 树干表层 苔显树皮 从右向左 被拧开脱落 显然 这是629野人 在奔跑过程中 为保持身体平衡 抓扶过的 因为他把这个护面 就是把外面人的皮 是这个面子 主要是这个面子 这是手掌 手掌心这里 你把这个手掌啊 手掌绝对比我们粗糙 你知道吧 他把这个也擦上了 他不担是这个 他悬的时候 他把表皮拖落在来 你到这来看的话 这一圈表皮就没有了 有些动物学家认为 熊总跟熊区别不了 熊是爪子 那一挠啊 住的 它在前面的大肠肢 它这是拗昏的 这是长垫嘛 肉垫嘛 抓的 所以起码他手上 另外灵长类 什么叫灵长类 这大拇指得这么出来 你得能握 它只是一掘 这一砍 它是大拇指上 对 抓痕的发现 成为这次搜寻活动 最大的收获 就在六二九木鸡事件 对外披露后 神明家塔平村的两位村民 主动叫来了 近山采药 捡到的毛发 据他们介绍 毛发只距离 六二九木鸡现场 不远的一个悬崖山洞 发现 上面都发出这个毛巾 建厂的建六七八根 当年我们都没建 这个不像人的头发 那不是 我们当时要乱线 不像吗 把人的头发刮起来 不像 你用他一个头发 你比一比 他还有什么区别吗 我怎么看这个颜色和这个长短 不像 比人的好像要粗一些 对女的的比呢 你这个大脚 你过来我看你头发 就一根就行 谢谢啊 这一根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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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细细吧 一定还细细 女同志还细细 那不是头发 这绝对不是头发 不是头发 那不是头发 你们再把它放到一起 比喻 我看来 臭些了 也不是女的 别人围扎的 他也围扎不着 这么强 是不是 这种毛巾 那会不会是 某一种野兽的 或者野兽 什么动物都看见过 我们这里 见过的野兽多少 你都见过什么野兽 有老兄 有这个 那个豹子 都不是这样的毛巾 还有那个迷糊糊 他都不是这样的毛巾 猴子的毛跟这个 也不一样 都不一样 发的毛巾都不一样 他没得诊创 也没得诊服 当年的这些毛发 虽然已经送到北京 由权威的野生动物检验部门 进行DNA分析检验 但结果 也还是没能完全揭开 野人的神秘面纱 在世界范围内 有数以万计的人 曾目睹过一种 人形奇异动物 难道在如此众多的 野人事件中 就没有获得过 能够证明野人存在的证据吗 我们在调查中 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 布丹王国与中国西藏 有大片的森林 相互连接在一起 而上个世纪90年代 在布丹曾经获得过 野人的毛发 那么对野人毛是 布丹国王 从布丹的三名里头 获得十二根野人毛 那么每个野人毛都看 都这么长 十几厘米长 有几个拐弯 那么这些野人毛 是黑的 每一根都是提取它的DNA 最后发现十二根野人毛里头 有十一根没有活性 就拿不到DNA 只有一根拿到了DNA 在当时 科学家还用对比的方法 用这些毛发的DNA 同其他的灵长动物相比较 跟黑猩猩 跟大猩猩 跟亚洲红毛猩猩 跟长臂猿 跟肺肺 跟猴子等等 最后得到的结论 是人们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这一根东西呢 应该是反映了整类的特征 意思说它是属于真的范巢 到底是古代遗传下来的 一种类似人的一种 非常高等的动物呢 还是真的有某些 某一个野化的人的一个毛呢 现在不明白 但是 野艺学者对于此次鉴定 是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 这些毛发并不能够 为野人的存在 下最后的结论 2000年 湖北省实验室电信公司的几位职工 在旅游途中 也目睹了这样惊人的一幕 有点拖背 他好像跑的时候 他跑的时候 他好像扛一架往下跑的 跳的 他用中间路的桌面 对方 路的桌面 就一步跳到中间 第二步呢 一个就转到那个树 从里面去 如果是人的话 绝对不可能 因为全没有穿衣 没有那种衣物的责打 2001年10月 8名旅游者 在神农架南天门附近 又一次见到了他的身影 据有关部门统计 自1993年以来的十几年里 神农架的野人几乎年年出现 这情况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因为随着世界上野人现象的减少 而神农架的野人 却似乎在向人们彰显他们的存在 更为有趣的是 这些目击者大多是外地的游客 而且大多数目击时间是在白天 也就是说野人在神农架地区 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胆怯了 他不怕人了 他大多天都够马路了 他熟悉了 你人来人往去 他不这么怕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是个好事 我们不禁要问 这种人形的奇异动物 真的改变了他们的习性了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 使他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 无处可逃了 还是近年来 随着人们自然保护意识的提高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他们了解了我们人类的善意 而不算像从前那样害怕了 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只要他们存在 无论如何 人类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为了了解这个世界上更多的野人现象 1994年 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 刘东升认识的支持下 原中国野人考察研究协会 正式改组成为 奇异珍惜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 都是主流科学家 而且有地质的 生态的 气象的 古人类学的 现代动物学的 植物学的 所有的专家都可以参与意见 使我们更科学性 更理性 更规范化 有人说野人考察研究会改名 不只是名称上的简单变更 更是对野人和大自然诸多位置现象 考察研究活动的科学调整 从此 中国的自然科学考察 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贾兰坡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 其以珍惜动物探险考察 专业委员会科学顾问 用他的话说 野人是否有无人上知晓 若有大发现 却能惊世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我们发现了许多与野人有关的东西 但是至今没有找到实体 我看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 越研究问题不是越少 而是越多 有人会问 你们有完没完 我们回答 没完不可能完 刘东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自然科学特等奖获得者 时任中国科学党组书记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 他提议把野人考察 纳入科学探险考察范围 是他建议把野人考察研究会 改成奇异珍惜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 黄万波是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教授 乌山猿人 蓝铁猿人 河县猿人等人类化史发现者 曾获竹可针科学奖 培文中科学奖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奇异珍惜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科学顾问 他坚信 不管野人考察得出什么结论 都是世界性的 袁振欣 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教授 研究员 曾任北京猿人博物馆馆长 其以珍惜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主任 作为考察队的领队和教练 曾多次带队先入神龙架 人称九死一生的野考队长 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 人类对待野人现象的研究是真常的 探索野人就是探索人类自身 保护野人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能有野人和我们在同一世界共生共存 是整个大自然的造化 更是我们人类的兴致 当人类从众多共同进化的灵长类动物中脱引而出的时候 那些曾经与人类同行过的动物们 今天是否依然在进化 有人说抓到了野人 而且价格很高 昨片《东国》即将带你去巡访 野人到脚先 《生活》 reduced related 豪华 науч 大 注意 魔